乌克兰已请求允许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在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 作为回应 古今警告说 如果西方放宽对远程武器的限制 已允许乌克兰这样做 莫斯科将认为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 这场争议重新引发长期以来的担忧 挤出和平衡对乌克兰的支持与核生级风险 然而关于俄罗斯红线的大部分争论都依赖于对俄罗斯军事战略的一种静态表述 矛盾的是 这种表述既会夸大又会淡化莫斯科对乌克兰和西方进行报复的意愿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国家已逐步加深对乌克兰战争的介入 包括在不引发俄罗斯灾难性反应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 并加倍努力向乌克兰提供目标信息和其他军事情报 克里姆林宫似乎对西方国家的积极介入无动于衷 这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俄罗斯的红线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的一种心理策略 目的是劝阻西方国家不要援助乌克兰 因此华盛顿和伦敦可以放心地让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 并可以向基辅大幅增援武器 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这种对冲突升级管理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是基于对俄罗斯战略思维的威胁误解 俄罗斯试图阻止西方参与战争 但失败了 这是事实 它采用的方法与其说是具体行动 不如说是威胁性言论 但克里姆林宫升级冲突的门槛 并不取决于西方采取的任何具体行动 可以说没有确切的引爆线会自动触发俄罗斯对北约的攻击 或对核武器的使用 相反 莫斯科的红线是由乌克兰战场局势决定的 普京一直不愿升级局势 因为他认为 按照目前的节奏 俄罗斯将赢得战争 而将战争推向一个新的 更危险的阶段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好处 普京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自乌克兰2023年反攻失败以来 普京已经表明 他不想又会削弱俄罗斯地位的升级行动 来破坏他认为有力的军事现状 俄罗斯的战略似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 其冲突急剧升级 可能引发西方对乌克兰的直接干预 而这会带来更广泛战争的阴影 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正确地认识到 这样一场战争的影响会是灾难性